粉丝她说她现在很缺钱嘛 如果说她现在也考上了检察官了 然后也有律师了 如果以前的角度 以及现在的这个商业环境来讲 她当律师会赚得比那个检察官多吗 因为检察官并且还是公务员嘛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呢 是粉丝敲碗 那这是一位求职朋友 她在104职业诊所的网站上 问了这样的问题 法律人的职业选择 该走传统的打官司 还是多元化的发展呢 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 她是律师林孝珍律师 她同时也是王东山 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 哈喽孝珍律师您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孝珍律师 孝珍律师职业的生涯 超过20年 在当律师之前呢 她是法官助理哦 在法律这一届呢 这个上骗了各大庭的 这个出庭的官司 那今天呢 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 客座主持人 因为她对于职场上的 各种职业的发展 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 她也是我的好朋友 104人力银行 人才开发部资深经理 林淑瑜 哈喽 淑瑜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淑瑜 好哦 那我来帮校征律师 补充一下 这个粉丝 她的相关的背景 她其实呢 现在是法学硕士 三年级的这个学生 她已经高考及格了 拿到律师的这个高考及格 那预计也会拿到 职业律师的这个资格了 那她以前的目标呢 都希望可以自己当检察官 因为对于这个职业 有很多很多的窗景 那后来她开始到 律师事务所 做实习之后 开始对检察官这个梦想 有一点动摇了 一来呢 她觉得她自己的个性 不太喜欢走传统的路线 想要挑战新的事物 那希望自己35岁以前呢 可以有多重的能力 或是专业 比如说 想要去考考专律师 或是洗钱 防治症照之类的 再来她有提到 她其实挺缺钱的 在这么多因素的考量之下 那律师会给她 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是我们常看的 就是说机会 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她就是准备得非常好 她在目前的为止呢 她等于是 一应俱全 只剩下假官这个 这个梦想 还没有拿到手 这样子 那只是说 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这个假官 很像不是你说 想当假官 就是分配到假官 因为对 因为她是考试 是跟司法官一起考的 她考上是说 她就是一样都叫三等 公务人员三等考试 考上了之后呢 她叫司法官受训 训练手去受训 受训完之后分发 之后才会有分 假官跟司法官 还不一定是哪一个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考上的时候 她不是说 你就是勾 我就是当假官 不是 她都是一个 训练的一个系统 系统完 最后才会有分发 才会知道说 你是司法官 还是检察官 对 那个时候呢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那时候 没有去考司法官 这条路的原因 是第一个 我跟她一样 我很缺钱 而且那时候 我是所谓的背水一战 那时候 因为我们家经济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辞职下来考试的话 我一定要马上就能够考上 能够马上赚钱 所以而且那时候很block key的是 三等考试跟四等考试 是同一天考 四等考试就是 我们会听到 比如说书记官 对书记官跟司法官 它是同一天考试 所以就没有办法 两个同时考 所以我在考 考上律师的那一年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报司法官的 我只能够报书记官 那当然姑且 不管考不考得上 后来那一年 我考上律师之后的下一年 我也没有去报考司法官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不是大家梦寐以求 对 司法官 检察官 听起来很棒 因为我不敢看尸体的照片 所以是职业上面 觉得这一些是 这工作内容 觉得可能无法升任 这个坎我过不去 这样子 对 因为我很怕看血腥的东西 对 我很怕看血腥的东西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 香烟 对 那一块我真的没办法突破 这样子 所以而且再来是 我也很缺钱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考 而且我的个性也是比较属于外向型的 活泼的 比较活泼 比较外向 喜欢交朋友 对 然后毕竟司法官跟假官 他们的 比较凶 比较严肃 不是 因为他们的工作 会可能动不动就卡到 是不是 跟一些其他的人 有不正当的往来 什么的 所以要利益回避 对 不要说利益回避 就是有时候啦 就是你不小心 可能就会踩到线嘛 像你看之前不是一个什么 百官行路 对 百官行路 连收一件衬衫 大概在十年后还被翻出来讲 之前不是闹很大吗 对对 他连正当的 那时候看起来是正当的饮宴 事后发现说 原来那个饮宴中的其中一个人 你可能都不是很注意的那一个人 他竟然是一个 未来会发生事情的一个角色 所以等于是当了司法官之后 你可能你的朋友圈的范围 可能会被受限 对对 律师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律师没有 我爱跟谁吃饭 要收衬衫 要收包包都可以 对 最好给我包包 最好给我衬衫 谢谢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这我会觉得比较外放一点 那像这个 这个听众 他非常的优秀 他等于是 他觉得他什么都已经考上了 那现在只在下司法官这个职位 还没有考上的话 那我会觉得说 他如果这个能力真的很好 我建议他可以先考上 而且他如果也不怕看尸体的话 可以考上之后呢 取得这个证兆 对不对 然后未来你当了假官 当了司法官 当了几年 有这方面的历练之后 你再退下来当律师 做一阵子不喜欢了 再来回来赚钱 对对 当什么官员就可以赚钱了 其实说 而且这样等于就相赚 我们那种就是 入金了 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找 就是有司法官 假官 背景的律师 来当他的 收托的律师这样子 看起来这条直言 他也不错 先去当了之后 就是符合社会的期望 父母觉得 当检察官司法官很棒 民生很好 那当了几年之后 有交代再回来 依照自己的个性 当律师 其实也是一条路 是的 我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粉丝他说 他现在很缺钱嘛 对 如果说他现在 也考上了检察官了 然后也有律师了 如果以前的角度 以及现在的这个 商业环境来讲 他当律师会赚得比那个 检察官多嘛 因为检察官 并且还是公务员嘛 对 因为其实我说实在 这个有点 已经至少就目前这个 现在这个氛围来看 应该有点不太一定了 因为等于是现在 录取的人越来越多 对 然后假官跟司法官 怎么退下来当律师的 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的竞争 就相对就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所以说 是不是 因为以前啦 至少在我们那个时候 律师 考上92年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我等于是把我未来退休的 要现在赚起来 因为公务员 当司法官 当检察官 他的好处就在于 他的退休金 他的月退缝嘛 对对 我们的律师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告诉自己 就是说 等于是我们在前面 就要把后面那段赚起来 律师前面要先多赚点钱 对对对对对 后面才有自己存的退休金 对对对对 就是类似那个概念 这样子 那现在呢 现在的话 因为现在比较竞争 所以律师这个行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 好赚钱 好赚钱 对对对 所以诉讼律师的市场 是不是也是 有点饱和 甚至有点竞争 对 蛮竞争的 还是说哪一种类型的诉讼案件 律师是比较好赚的 比如说 婚姻的 或是商务的 制裁的 专利的 应该是说 只要不要走传统路线 应该都还蛮赚钱的 这样子 就是不要走我这条路 应该都蛮赚钱的 哈哈哈哈 你就谦虚谦虚吗 对对 就是不要走这种打传统 因为打传统诉讼的话 第一个形式 它就是固定的费用 当然我知道很多 王牌律师 他们的收费 当然都很高的 可是可能因为 我不是王牌律师 所以我没办法 收费很高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有的民事案件的话 它可以收后酬 它可以约定一定的后酬 对对对 就对方赔偿多少的时候 分轮这样子 对对对对 有的是那种 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看到 就是因为刚刚这个 很优秀的这个同学 我就非常佩服 这种英文能力很好 因为你还可以去外商公司 去当法务那一类的 那种的你去 那种一下那个叫什么 视讯会议啊 跟外国人视讯会议啊 那个我知道 那种按时记筹的 真的是比我们走 传统诉讼的还要高 或者是说它可以走一些 那个大企业的那个 并购的评估 哦那个更高 是它可以用评估金额 或是买卖金额的价差去分认 对对对 有的会达到分认 可是当然要看你 那看蛮竞争的说实在的 而且那个要能力要很强 因为毕竟能够把英文 这样完全当作母语在使用的 还是有限啊 所以说你真的能够有拿到 这方面的才华的话 是真的是很不错 那律师如果建议他 就是他想要走像 因为他有想说洗钱防治啊 什么专利的这个部分 他如果想要朝这个方面的 律师的专业 法律上面相关的专业 外境的话 你会建议从什么地点 什么地方开始做会比较好 律师事务所吗 还是 般来讲如果你要走诉讼的话 就一定是要进律师事务所 那只是说有的律师事务所 它比较大型的那一种 它就会有比较多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常会知道的那些几个 理差啊 国际通差啊 这些比较大所的话 它就会有比较多的部门 会有这些所谓的专利 或者是洗钱防治的 或是甚至里面也会有一些 外商啊 并购的可能全部都有的 包括专利的一些征送 制裁的征送 它可能就会有分门别的这样子 那这种的话 他去大所 他的历练就会比较 比较多 比较高 比较完整 对啊像我们这种 算小所的 对我们 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走传统诉讼 对啊 如果真的有客户 他有这种特别的需求的话 我们就会 可能就会介绍给朋友啊 这样子 对对对 好据我所知 其实有一些 比较科技厂的公司 他们的法务单位 其实人员编制挺多的 他们就会有一些专门的人 其实也是在负责 像刚刚律师讲的 就是跨国的一些 智慧财产权权啊 或是并购相关的 这些法律相关的文件 在做审核 做评估的这个动作 那或许 这也是一个方向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那当然这样 公司应该是要跨国的 是科技业 然后规模要够大 才会有这样的人员的配置 好 那律师再问一下 因为这一个粉丝 他是非常优秀的 那据我所知 其实也蛮多 法律人 其实不一定能够 这么顺利的就考到 律师的这个执照 那如果已经考了 两三年三四年 甚至更久都考不上 那你会给他 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通常来讲 我们其实 不一定要有律师的执照 因为一般有律师执照 当然就是一个 毕竟你就可以去 法庭开庭嘛 差别就差在这里啦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律师的执照 可是呢 你在处理一些 比如说审核约 或者是前阶段的和解 你都做得很好的话 其实在那个部门的话 也是可以的 就像我们常看到一些 银行的法务啊 他们可能不见得 都有律师的资格 可是他们常常都会处理 像比如说他们去 这些催收 他们会有一个催收部门 催收部门 那个东西其实 就是很routine的一个工作嘛 比如说就是申请 本票裁定 申请支付命令 去做强势执行 那些东西 不需要律师的证照 他就可以做了 而且他也很大宗 他非常大宗 所以说很多 一些学弟妹啊 他们没有考上律师执照的 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去做这方面的 因为这方面的业务 也非常非常多 而且很多公司啊 银行啊 都非常的需要 那律师像您之前啊 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也做过法官助理 那这也是一条出路吗 还有像比如说大书啊 等等的 是还有哪一些的职位 是跟法律系有相关 但是我们没有律师执照 也可以做的 对对有蛮多的 像那时候 我算是法官助理的初代 就是那时候 第一代刚有法官助理 这个职位出来的时候 我就算那一年就考上 去当那个法官助理 那时候我们都还记得 因为我们那时候会去 官长会带我们去参观法院嘛 就是在办公室在哪里啊 哪边是开庭的地方 哪边是什么啊 然后一边在走一边带我们这些 这些小毛旅人那边讲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个名言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就说你们这些法官助理啊 就跟那个停在窗户上的苍蝇一样 就是从外面看 看似前途光明 可是飞不出去 他那个名言我都记到现在 比喻成苍蝇 对他就说你们就像那个苍蝇 就看着那个外面 看似前途光明 法官助理多好听啊 法官的助理这样子 而且在法院工作这样子 起薪我记得那时候四万多块 这样子 看似前途光明 有没有 可是飞不出去 因为永远就是个助理 所以他说他就告诉我们说 你还是要去准备 好法官助理只是一个 像类似像 跳板 跳板 对你要就是 可以碰到食物 然后可以给司法提供 很好的助益 给法官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 然后此外你还是要自我进修 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永久的一个规划 那是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才是一个转型啊 那时候他就是一个很 那个叫约聘 对他不是一个公务人员的 配置里面的东西 可是呢 他是用约聘的方式 一年一聘 一年一聘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是没有一个保障 所以你必须要去 考上其他的 做永久的规划 可是后来呢 发现说 哎 法官助理 真的是还不错 给法官这边带来一个 很大的帮助 所以本来他本来是一个 感觉上是一个 过渡时期的一个职务 对对 可是后来慢慢的 还蛮长的 现在是正职了吗 好像也不是 可是还蛮长的 因为我们本来那时候 以为说可能几年 这个制度就会废掉 还是什么之类 可是后来没有 后来很像 这段时间也都还是 我之前的 法官助理的同事 他们也都还在当 法官助理 而且做的是 真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之前同事 当法官助理 应该有当了 十几二十年 对啊 二十年 所以我那时候 我会觉得 法官助理是真的蛮不错的 而且又可以认识 一些法官的 一些法官他们给你们的 经验的一些分享 真的是 很不错的 对未来的 左传统诉讼的话 很有帮助 那除了法官助理 还有吗 还有哪一些职务是 我没有考上 律师的这个证照 我一样 念法律系 是很不错的工作 发展的方向 对很好 我那时候 我还记得 我的人生的规划 第一名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考虑到 那个尸体的事情 所以我的第一名规划 还是司法官跟假官 就司法官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律师 第三名就希望 能够当 那个法治 就是公务人员的法治室 对公务人员的法治室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公务人员的法治 然后第四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代书啦 或者是说一般公司的法务啦 或者是说公务人员的四等考试 因为公务人员分三等跟四等嘛 对那四等也有四等考试也是很不错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公务人员 它的福利啦 或者是它的退休金的部分 真的会比较优渥一点 可是会处在一个就是说 因为公务人员毕竟容易采现的机会 真的比一般在公司容易采现的机会还大 所以呢 我又不是那么喜欢公务体系的话 就可能就是去外商 民间企业 对不是还不能一般民间 那时候我的向往是外商 因为外商的福利听说都比较好 年终收起来都好几个月那种 听起来非常向往 所以我就觉得 要么就是外商银行的那种 in-house法务 对我觉得那种的话也很不错 所以我们很多像 我之前有一个律师实习的 他本身有会计师的证照 有律师的证照 可是他现在还在富邦银行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应该发展的也不错 对啊我就觉得很不错 人家还没有要走传统诉讼 传统诉讼还蛮累的啦 必须你的个性要很有这种 很适合 适不适合传统诉讼 像我们那样耗辩 没有啦就是一天到很准备资料 对对对 要诉讼的临场的反应啊什么的 对对对 看个性合不合适 对不合适的话 你就是down-in-house的话也很不错 收入也会很不错 OKOK 我这边是来补问一下下 因为刚刚那个校正律师有提到说 其实要出庭要开庭 其实真的你手忍之后 其实不见得是不用考 不见得要考上律师就可以出庭 那有没有这张律师证照 它其实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律师费吗还是 第一个是律师费 第二个是也没有违反律师法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有这个律师的症状 你要挂名出去说你是律师的时候 对就是说比如说 你明明没有考上律师 可是你却对外声称你是律师 然后骗当事人说你是律师 可是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是律师 因为有些当事人他不太了解这中间的差别 而且有些时候是 比如说前阶段 比如说一般的车祸事件 车祸事件可能和解在那边就结束了 可是不是律师他也可以处理 他可以陪你去谈和解 可以陪你去车祸监定委员会 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他不是律师 可是他却给你收律师的费用 比如说一神就可以收十万块 可是事实上我们说实在的 事情能够解决就好了 对不对 事情能够解决是重点 因为律师有差吗 其实没有差 他也没有骗你说我是律师 可是我们之前就真的看过那种 他不是律师 他可以做那个律师法律顾问 我之所以这么问 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学是传播出身的 那我们的同学也很有意思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了媒体业 那媒体因为在过去的十年 十几年的发展 其实是往下有一些资钱 财源这种 所以他其实是劳方的代表 所以他对于法律这方面就相对的有研究 那一直以来他已经慢慢走上 法律顾问服务的这个行业 他确实他也帮一些产业界去开庭 但是呢他进入了法庭之后 他的发现是当他没有律师的证照的时候 他觉得他讲话 他自觉没有办法获得法官的认同 所以于是呢他就苦读考了三年还是五年终于考上律师了 所以我们刚刚在孝贞律师的这个分享当中也特别想要理清一下了解一下到底法律服务这么多的行业的角色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 他们应该扮演的任务 比如说有律师 孝贞律师就建议啊 其实孝贞律师有分传统专门打官司 或者是在专门打官司以外的多元发展 他刚刚提到像他自己本身是不敢看一些写新的照片 所以他把检察官的这条路自己先打个叉叉 那法官其实是他当年一度有想要考的这个东西 他也提到如果说当了法官或是当了检察官 退休之后再当律师 哇 镀金哦 很适合给现在很缺钱的这群人 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哦 那当然在讲这个的同时啊 不等于律师就很辛苦或是不辛苦 很辛苦是因为当然现在的环境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所以其实现在律师也要懂得一些品牌行销 塑造一些个人品牌的以及业界的这个口碑 那其实律师的这个工作也要有一些跨界经营的思维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瓦奥外商的一些企业并购 他可能要知道的是商务上面的一些产业经营的评价机制 他这个时候他才有办法去做一些并购的一些规划 当然才有可能赚到并购金额后面的超额分润的这个状况 那还有您也提到就是公务人员的法制的人员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要跟高普考有关才有办法进入嘛 对要考试的 对那您也提到就是说万一你真的都没有去考这些国家的高普考 如果您对法律方面还是很有兴趣的话 当然你可以从事成为法务方面的法律服务人员 所以其实念法律系的这个工作毕业之后 好像不尽然是只有考律师这条路 其实相关的职业规划 不管在法律或是商业或是在政界 其实也都是有一些很好的发展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孝珍律师 也谢谢客座主持人书瑜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心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啰